中文論壇裡面這個連結 如果你有加進來的話 應該會收到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的話 當然點擊開來之後的話 就會有個清單 這個清單裡面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上課的內容 上個禮拜的內容 基本上主要主軸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爬蟲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下載 這個匯率的資料 當然爬蟲 其實用的方法非常的多 只是說我們這邊會選擇 挑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而且程式碼盡量越少越好 你說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絕對有而且非常的多 我前面好像提過就是說 我們用的是一個物件 叫奎於Tables 這個奎於Tables顧名思義 它就是直接幫你查 只要是表格類的資料 自動幫你把它 直接轉換放到以Sale 所以你只要給它 幾個東西 包含網址 包含那個編碼方式 主要是兩個 哪個網址 哪個編碼方式 它資料就直接幫你把它 下載到那個 我們的Excel裡面了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 將來要下載資料 用爬蟲拿一個最簡單 我想應該 要能夠比那個Critical還簡單 應該是很少 即便說像現在爬床 主流應該是用Python去爬 Python爬資料的話 那不得了了 假設要爬這四東西 其實寫出來的程式 但是不見得會比這個少 為什麼 因為它的這個主要 第一個就是說它沒有辦法直接把它存成以Sale檔 因為Python跟以Sale其實不是同一家公司的 所以如果將來你要把資料下載完之後 你要再存成以Sale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在以Sale裡面 其實比較簡單 OK 直接下載 用Critable 所以上個禮拜 基本上我們就是 有給各位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的話 基本上在原裝白板上面 所以回去的話 你可以在原裝白板上面找到 第1 也是這個 01的這個 就是恢復CSB格式資料 這個單元 那當然呢 首先的話 當然我上面有個示意圖 就是上個禮拜做的按鈕 所以一個按鈕就是一個SUB 所以如果假設你回去想要列習的話 反正你就看 一個按鈕就是一個SUB 一個SUB就等於一支程式 等於是說一個程式 那你要怎麼樣去逐一的把它完成 那包含就是說 第一個 匯率下載 匯率下載的話 其實我會給各位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其實以後 你可以用在別的地方上面 這個範本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因為基本上還蠻單純的 第一個你只要給網址 那網址放哪裡很重要 OK 特別是 因為有同學 貼錯位置 應該貼哪裡 這個可能 因為我這邊畫 特別畫個線還是怎麼樣 在這裡啦 分號後面這裡 記得是貼這裡 你不要把它放錯位置 因為有同學把它放到左邊 放到右邊都不對 有沒有 如果你把它放分號前面也不對 放分號 可能放在雙印號外面也不對 只要你放錯啦 你貼錯位置 顯示出來程式就紅色的 紅色比方說你貼錯位置的 OK 那第二個的話 它就是那個PATFORM這個 那只要是BIG5的話 就是950 如果UTL8的話 就650 你這個可能稍微要記一下 其他應該 大概這樣應該就夠了啦 那很快的只要以後呢 你的檔案類型 是CSV的話 那其實很快就可以直接把檔案給下載到Excel 我覺得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而且程式基本上是最簡潔的 哪怕你如果用Python來寫 也不見得這麼簡單 我覺得像很多人 主要工作都在Excel 那你弄個Python 你最後爬過來之後 你還要再存著Excel 最後開起來還是Excel 那你倒不如你全套 通通工作Excel就好了嘛 那你只用這個方法就OK了 那其他這些參數 其他也不用這邊改 像這個範本怎麼來的啦 其實我也是錄製去期 把它精簡化之後的結果 但是特別注意 錄製去期的話 一定是那個比較舊的版本 2016以前的版本 但如果你2016以後的版本 它錄下來的程式就不一樣了 它是用這個物件 叫做Credis物件 那Credis物件你會發現 第一個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這個也是可以Run 只是說你可能要新的版本 我錄的時候是2019 那它的程式就變得攏長很多了 而且它的原理原則 其實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可是它基本上就是 有點像是虛擬一個資料庫 然後把資料放在資料庫裡面 再從資料庫裡面去查出來 所以這邊會下一個SQL譯法 有沒有這個array裡面 就放那個SQL譯法 我覺得好像有點把簡單的事情變複雜了 OK 所以新的物件不見得比較好用 所以有的時候 你說那怎麼取捨 我是覺得主要還是要看它那個 你將來怎麼去用它 當然你如果將來 你資料很複雜 你需要做很多的查詢動作的話 可能Queries或許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假設不是 你只是很簡單 你只是希望把CSV的資料抓下來 那你就是直接怎麼樣 直接用剛剛講的Queries物件也OK OK 就這個Queries 那其他的話還有別的方法 當然有啦 底下的話有一個用那個 就是用XML HDV物件 這個將來也會用到 OK 然後再用什麼 用那個存檔的方式啦 FileObject 然後再用Create 哇 這相對比較複雜 底下那個程式的話 也是可以完成 但是你可以發現 為什麼光一樣的事情 這邊底下程式又寫這麼複雜 對 而且這個程式 我記得好像我是用那個 ChargeBT問他說 請你幫我 爬取這個CSV資料 然後呢 網址冒號 給他我們那個網址 然後呢 就請他幫我寫成VBA程式 結果他給我了 但是給我的程式 相對是比較複雜啦 所以你要怎麼取捨 最後我覺得還是要判斷 所以上一個禮拜 我們基本上就是用這一段 OK 所以這一段呢 然後再加上他的網址 加上他的編碼 然後呢 好像還有一個 就是下來的那個資料 好像他的日期格式不正確 所以我們後來又寫了一個叫什麼 就是這個修正日期的VBA程式 有沒有 那這個程式碼其實蠻容易的啦 就是把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可能這個數字會變動 所以我們寫個向下追蹤 其實主要是把年 更月日中間加兩個斜線 有沒有 所以這邊有個串接一個斜線 這邊有個串一個斜線 然後把全部的資料串完之後再丟回去 放在原來的儲存格裡面 這樣子就完成修正日期的動作 OK 所以上個禮拜 第一個是把資料下載 然後並且修正日期 Step 1 那Step 2的話呢 就是如果我希望下載的資料 因為這個資料量還蠻大的 如果你要從頭看到尾 雖然已經很清楚 但是還是不如這個折線圖的來的直覺 所以第二個階段我們是繪製折線圖 那我們先畫 因為它第一個欄位 就是美元對新台幣嘛 所以我們先畫一個圖折線圖 那其實在Excel裡面畫圖很簡單 而且又漂亮 那我們其實有做一個動作而已 錄製去期有沒有 因為那個程式裡面錄一個動作 就是插入那個折線 含有資料標誌折線圖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其實修改了幾個地方 還記得吧 第一個是坐標 坐標就是這兩個 就是M1的Labs Labs是左邊那一條線 Tab是上面那一條線 它會有個焦點 就是把那個圖放在哪個位置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有很多張圖 你希望把它排列整齊 然後呢放一個你想放的樣子的話 那其實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那寬跟高也把它加上去 那最後的話 這個是畫圖 add char有沒有 而且它好像add char2 然後再來是set source data 顧名思義嘛 那你的資料在哪裡 那其實呢 因為它有兩個軸嘛 一個軸是x軸 水平軸跟一個重軸 那水平軸的資料來自於這個範圍 就是a嘛 a1到a3是 不過這個數字可能要改一下 然後呢 這個的話是日期 那後面的話就是它的匯率 有沒有 那就兩個軸 把那個折線圖給畫出來 就看到上面這個結果啦 有沒有 那只是說如果有10個欄位的圖要全部畫的話 那其實拿這個有沒有 再去延伸 所以喔 後來我們不是拿這個去改成人民幣嘛 那你可以發現 其實我只有改什麼 改第一個 是這個m1 改成m11 有沒有 然後呢 底下這邊有個b 改成c 所以喔 如果假設我要把10個欄位的 匯率資料全部畫出來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嘛 就是解決這兩個變數的問題如何產生啦 有沒有 所以喔 後來我們這邊的 這個m後面這邊我加一個k嘛 有沒有 k等於1出死10 然後後面的話 當它跑一次之後 把它k等於k k等於k加10 不是k加 加20之後的話 它下一個就剛好11 所以呢 再下一個 再加10不是21 那剛好符合這個變數的需求 那這個底下這邊b c d e的話 那我是用mid 有沒有 然後只要是跑一個回圈 我就讓它下一個字 所以我就在mid後面加一個字串 文字就是b到k啦 然後反正它一直跑跑跑 就自動抓 所以最後的話呢 可以把全部摺線圖給畫出來 這是上個禮拜 上禮拜的有沒有 就這一段嘛 然後這個刪圖這個 直接拿範本來做啦 因為其實它主要是什麼 用那個chargeObjects.delete 把圖給刪掉 好 那所以哦 如果呢 上個禮拜啦 最好是回去的話 你自己打開一個新的嘛 你可以開一個新的活躍簿嘛 其實哦 你將來就是可以按照這個按鈕 總共有幾個 26個按鈕 然後你就是先做這一個 這個的話是 它會 我直接慢慢跑了 它這個跑太快了 按F8好了 它是什麼 先把舊資料刪掉 然後呢 再到那個雲端 再到它的那個網址上面 去把資料給下載下來 OK 所以你看發現這個下載了 誒 資料下來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日期部分要修正 所以這一欄把它修正 那修正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呼叫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有沒有 修正日期 那就是把它裡面所有的這個 中間壓斜線 所以我們 那因為這個這邊是下下最終的 所以上個禮拜我記得好像是37的樣子 不過現在已經變41了 Ctrl向下 Ctrl向下 OK有沒有 所以上個禮拜好像是到37到28號 那今天的資料已經更新到28 28好像今天還沒更新 不過看得出來 美元又一直跌了 看起來好像應該不太可能會往上的感覺了 所以應該近期 美元可能一直都 之前就想要把它賣掉 但是因為那個定存實在是 太有吸引力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個也蠻狡猾的 就是用那個高的那個定存讓你不賣 那不賣的話呢 將來你一直拿著變成你將來就越來越貶值了 所以怎麼辦 OK 所以其實還是要觀察 那這邊的話我就修正 所以修正的會 它其實就是一個一個修正 跑個回圈 先把第二列的修正 有沒有 第二嘛 OK 所以就直接修正第二個 把後面的資料修正完 加斜線 再把它丟回去 那下一個就是第三列 一直在一推 每一個都把它通通做一樣的事 最後再自動調來欄寬 第一列是上禮拜第一個 資料有了 但是你這樣看這個資料 其實從上看到下 倒不如畫個圖才會清楚 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又畫一個什麼 畫個美元折線圖 馬上畫出來 你會發現 這個圖就高高低低的 比較知覺有沒有 至少一堆數字的 所以以後的話 你們假設有抓了一個資料之後 最好可以馬上把它視覺化 不然的話你要判斷也很麻煩 那再來就是人民幣折線圖 把上面這個改成這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刪除掉這兩個圖 這全部折線圖 就我剛剛講的 有沒有 美元 然後人民幣 歐元 然後等等的這些 每個每個匯率 這邊的話呢 就通通都出來了 最後就是再加一個什麼刪除圖 大概這幾個是主要的 最後其實還有一個練習題 就是說 因為全部折線圖 如果是縱向的這樣放 好像感覺有點浪費空間 太寬的感覺 所以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說我今天不要 把它放縱向的一個一個一個 我是希望左邊右邊左邊右邊各放一個的話 那我們後面好像有講到這個吧 就是如何把全部折線圖 改成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所以變成一二三四五六 總共十個嘛 所以 總共本來是縱向十個 變成縱向變五列就好了 然後左邊右邊一個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最後我好像想了一個方法 有沒有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這樣的話我覺得看起來 就感覺好像那個畫面就更清楚了 有沒有 就不會說我特別要捲到下面 才可以看到其他的匹別 那如果我要做交叉比對的話 比如說 美元對新台幣 其實相對的 這個美元是貶值的 可是呢 相對於什麼 相對於歐元的話 歐元也是 往上 所以其實每一個匹別 你都可以把它拿來觀察一下 那是不是說呢 全部都對美元都是升值嘛 也不見得啦 OK 所以你可以多重的去分析 當然啦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如果還要再放得更多一點的話 是不是可以放三個 當然也可以啦 你們這邊兩個嘛 你可以把它放三個 OK 所以這個是上個禮拜講到的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上個禮拜講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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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那只是還有一個問題 最後好像我們講到的 其實我們放在同一張工作表 其實是蠻勉強的 為什麼 因為明明那個還有別的工作表嘛 那為什麼你不把這個圖 直接就把它放在另外一張工作表裡面 把資料跟圖分開來 那不是就比較不會占空間嗎 反正空間那麼大 你為什麼旁邊這邊還要特別放 放個資料 這邊放圖 感覺好像有點浪費空間 但是如果假設啦 你要跨工作表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你要牽涉到一個就是 你到底放資料的時候 哪邊是為主 哪邊就是不是為主 你可能要前面加上那個工作表物件的部分 OK 所以這個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請各位 稍微把上個禮拜的稍微複習一下 就是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01的匯入CSV格式這個單元 然後呢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上個禮拜最後的 兩兩左邊右邊的嘛 那我好像是加了這個MOD 如果MOD的話其實就是運算 運算值 等於是除以多少的餘數 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因為如果你用除 你說老師會用除 可是除完之後 它會 它不是餘數它除完之後的結果 我們是除完之後 我要得到它的餘數 為什麼呢 主要是拿來判斷說 到底是單數還是雙數 因為有1、2嘛 有3、4 那單數的話一定放右邊 然後雙數放左 不 單數放左邊 那個偶數放右邊的話 那這個你就可以用一個MOD 不過好像有一個同學問到說 老師那如果我不是例字型排列 我們是這樣排列 他說我是希望這樣 1、2、3、4、5 然後6、7、8、9、10 那這樣當然你程式的邏輯不一樣 你可能就是思考的 不過我說 好像一般比較少人用這樣的 應該是左邊 就是先橫向 然後再下一個吧 比較習慣 你突然這樣排列 有沒有1到5 然後6到10 這樣好像 雖然也可以啦 可是好像一般習慣比較不這樣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寫程式的話 盡量還是要顧慣到大家的習慣 OK 那甚至還有什麼MOD MOD2之外還有MOD3 比如你要跑三個的話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啦 那請各位試一下 外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把上個禮拜的部分 稍微複習 而且除了你要聽得懂之外 特別是除了也要做得出來之外 我是建議至少要有一點熟練度 你不要說有些地方好像知道 但是完全不熟練 你會發現好像有些東西 其實我上課都有講到 但是好像同學都不太熟 不熟真的就很容易出現一些問題 但如果你熟了之後 說真的 很多事情就很直覺了 如果你熟了之後 好像就很 好像就照著你的習慣 就可以把你想做的動作 也可以做出來 但即便啦 像我即便很熟 我也不會說很貪心 一次想要把它做到位 比如像那個全部折線圖 我不會想說 我也要一次把它寫完 我即便我可以 但是我也不要這麼冒險 所以我理論上 我會先怎麼樣 先第一步驟 先畫一個看看 有沒有 畫一個OK 那畫兩個可以 那再把中間 兩者之間 在不同的地方 把它抓出來 那自然而然你就知道 哦 那再加一個回圈 就可以把那個全部折線圖 給完成 那一個可以 你兩個自然也就做出來 甚至三個就做出來 但是你說你一下要跳到 一次要做到位 我覺得恐怕就會比較困 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講的部分 總共的話 我們上個禮拜等於是 寫的 其實寫的還蠻多 寫了六個按鈕 六個按鈕 背後等於是六支程式 所以以後的話 我們最後其實都會特別還是把那個程式加上按鈕 然後以按鈕當成一個單位好了 這樣感覺好像比較會有個目標 所以上個禮拜的目標就是 如果你假設對於上個禮拜 那六個按鈕不太熟悉的話 恐怕還是要找個時間 我是覺得除了要會之外 可能還是要熟 熟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試試看